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主快再来 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盼望 对于基督徒而言 我们多么期望能够看见主来的时候 带着祂的那个荣耀 而我们可以在荣耀中与祂相遇 在荣耀里面我们有份与祂一同 在那个神荣耀的恩典里面 在新天新地当中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不懂 从圣经里面去看到一些 觉得也是这样吗 是那样样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虽然我并不完全知道 也是我现在这个小脑袋想不清楚的 但是我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因为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说 祂说祂带我们去那个地方是好的 那地方多好 那地方没有眼泪 那个地方不再有苦难 没有眼泪 那个地方没有疾病 那个地方在神的恩典当中 与主不再是 我想要多认识主一点 那个时候与主在一起 与主相亲 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来等候神的再来 而在这个时候 好像昨天和你分享的 在等候主再来的同时 不是在那里哀怨的等候 在那里咬着牙 在忍受那个苦难 而是广传福音 让周围那些我们所爱的人 我很爱的人 我的家人 我的家族里的人 我的同事 我最好的朋友 让我们的line 你的手机里面的那些 朋友群里面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恩待我们 有的地方我们用line 有的地方可能你用微信 但是那些在那个上面 你的朋友群里面的人 一定还有很多人还不是基督徒 还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广传福音 把握机会 你说啊 不会啦 不会还有 总还有一些时间啦 可是求主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把握机会 是也许主来的日子 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并不知道 什么时候他来 你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他来 我也不知道 我还有多长的时间 在这个地上 可以去带领 我周围这些人 信主 把握今天 主给我们的机会 把握今天 主让我 还有生命气息 还可以去传福音 把人完完全全 领到神的面前来 仇敌常常有一个谎言 对我说 没关系啦 还早啦 还有时间啦 还有机会啦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说的 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 这样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 就是他所提到的 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 这些事发生了 天灾 人祸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各式各样的一些难处灾难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主来的日子进了 人子进了 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快到了 到快到了 那个快到 快到什么时候呢 他用一个例子说 都在门口了 已经在门口了 换句话说 再一步就进来了 我求主神恩待我 耶稣是用这么迫切的语气 提醒我们 把握今天 如果主真的就已经在我们门口了 明天他就跨进我们的家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人是你的遗憾呢 我非常好的朋友 我非常爱的家人 我非常在乎的一些人 如果他们还在恩典的门外 把握今天 不要说还有明天 把握今天 我会来说明天 我会来说明天 且不跟我们 我们合理汇 在乱执行